那个过载,其实就是overroll 所谓overroll就是说 我的那个类别里面的方法 有同名的方法,同样名称的方法 同样名称方法呢 那我们要怎么辨识说 哪一个方法,有好几个同样的方法 名称都一样 那 这个地方我可以藉由什么呢? 藉由参数,传递的参数 的个数 或者是资料形态不同 然后呢,可以制定不一样的方法 这个部分是Java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你可以这个参数的个数 跟那个资料形态 去判断说,应该要 丢给哪一个方法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称为过载,叫overroll 或者叫做从载多载 一般叫做overroll 或者叫多载 等于是多种的 这种方法,同样名称 但是呢,可以藉由参数不同 去做 这个指向里不一样的方法 那这里的话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比如说我今天呢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sample 这个sample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我把它runs 给各位看 这个是sense部分 假如说我今天传递了有三个 三个日期 那我在底下呢,建立一个 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呢,我名称叫 叫做dates好了 这个dates里面的话 包含呢 有三个成员变数 第一个成员变数是日期 这个date 然后month year 那我必须要取得这三个 那我要用什么 用set setdate的方式 去做什么呢 变更里面的 这三个成员变数 那这边注意喔 这边呢 我在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 class这个date 里面的话呢 有第1个setdate 你会发现 setdate setdate 诶,他们名称有没有 方法名称居然都一样 这个如果在其他语言 可能就 就不行了 在java里面是何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你当然 要透过什么 第1个 这个变数的个数 这边总共几个 三个 这边几个 两个 这边几个 也是三个 所以这两个有可能会相冲突 但是呢 如果你个数都一样 再来看什么 看他的什么呢 传进来的 资料 资料的形态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是传印子 这个是传弄 这个是传印子 传弄 如果传进来是弄的话 那就 就会跑到这边来 如果是传到 如果是印子的话 就跑到这边来 会根据 资料形态的不同 他会自己跑正确的地方 那你不能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 就不叫多载 就要重复了 重复的方法 就会产生错误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借由 参数的个数 或者是 资料形态的不同 而会跑到不一样的方法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今天 会set三个 一个是用 int 然后d m y 然后一个是set 一个是 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d 跟m 那如果说 这一个没有年的话 就预设给他什么 1975好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lone的话 强制帮我转型为int 再丢回去 OK 那我们有三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传递过来 最后底下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只是说print 把最后的讯息print出去而已 那print出去就是 月 日 年 中间加斜线 所以print出去的话 就类似像月日年 这样子 那前面加上什么 加上我的 这个 比如我的生日 女友的生日 今天的日期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这个类别建立好之后的话 我是把它建立在内部 所以特别注意 是在 我们这个 类别 的同一层 那再来的话 我们建立一个 再新增一个类别名称 叫 7-3-4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哪一些 首先的话呢 上面部分呢 我透过什么 用new的方式 有没有 先宣告了 三个 这个date 第一个是 My birthday 有没有 他的date 然后new的date 再one Birthday Zatday 总共有三个 三个这个变数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分别传递什么呢 第一个特别重要 传递my birthday 的时候呢 Zatday 的时候呢 后面加上整数 加上整数 那加上整数之后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你这个地方加整数 所以我就想跑这边来 所以呢分别把 197 这边就是 13 就是我的日期 然后9月 然后再来就是1973 再来的话 第二个是什么 只有两个参数 12 跟6 这个是 会跑到 这一个 这是女友的生 女友就是1975 等于是 64年次 64年次 现在也 快30 快40 已经是 超熟女 OK 熟女啦 不过现在很难 你看不太出来 因为现在医美都特别发达 你会发现 大概都打个玻尿酸 整个型 整个又完全不同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传递参数的不一样 或者说你 这个黏的部分有些时候 女生是可以隐藏的 所以 看起来其实 已经是 40岁 可是他 整整型 大概剩下30岁 有可能 OK 好像最近不是很热门的一个新闻 是那个 王祖贤 不是被拍到 结果他的男朋友 居然只有26岁 加拿大的 所以这样 所以他可能为了他的小男朋友 整整洗 你看 去 不要说带出去 好像妈妈带儿子 这样就不太像话 OK 这地方的话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Long 可以传递 传递过来的话 特别是因为Long 后面要加一个L 所以他就会自动跑到这边来 最后的话 输出我的生日 print出去的话 就一定是 这个地方 就1973的 这个9月 就是 9月13号 其他的话分别 他会自己去判断说到 应该跑哪一个 跑哪一个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建立一个 像这样一个 Date的一个类型 那里面的话 就是三个方法 当然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再 再增加 比如说他如果传入的是什么 传入的是 字串 字串 也可以 你传入字串 那自动帮我 转型 再 丢回去 也是OK的 甚至 这边的话是方法 你当然也可以怎么样 这是void 对不对 当然方法里面 还可以是function 你也可以怎么样 改成有return值的 再把它return回去 也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 在这个date里面 做一个练习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画面 传给各位练习看看 是所谓的多载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然后 这个是七之三 之四的这个范列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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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